感恩节后,更多美国人开始寻找新工作,因为劳工统计局最新一期的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已经突破24万人,数字较上个星期增加了17000人。 这种失业人数水平不止高出经济分析师预期,且还严重冲击到就业市场,预估将有更多大型公司与高科技大厂陆续开始跟进,展开大规模裁员。 此外,高达24万人的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数字,同时还创下了两个月来新高,连带也引发美国民众在高通胀的前提下更加担忧就业安全。 然而就业市场也不全是坏消息,10月份的数据表明,全美总计新增了26.1万个就业,且平均每月的新增岗位依然保持40.7万人的高水平。 换句话说,劳工市场依然有机会重振雄风。 感谢观看